接下來也是伊甸市獨家 您看到都達村 其實在災後的第二天時間 我們伊甸市獨家跟村民聯絡上 停水停電的情況底下 晚上他們只能點蠟燭 用水臉盆接雨水來使用 有媽媽說 其實小baby的奶粉就快要喝完了 尿布也都快要用完 沒有辦法外出捕獲 還有人數比較多的大家庭 他們家的存糧都快要見底 很擔心現在大雨下不停 而且還出現了道路攤坊 每個晚上都睡不著 停水停電第二天 南土仍然向獨達村居民 對外交通持續中斷 部分居民物資已經達到極限 廣爐火添加柴火才有辦法煮食 水只能靠老天爺 填飽肚子的問題還沒解決 土石流衝進村莊 雨勢不斷 更讓他們這幾天來 夜夜不成眠 好不容易有挖土機開進來 把道路中央挖出一條溝 從山上下來的水終於不在村內肆虐 你在家裡好好的在家裡 我們過幾天錄好了我就去載你 跟在同樣停水停電 德陸古村的老母親報平安 阿嬤放下心中大石 擔心山上的農地被土石流淹沒 沖刷頻頻失淚 山區雨勢不停 仍在鄉都達村 兩屋三車遭土石掩埋 兩百戶沒水沒電 對外道路中斷 兩千多人受困 災後第二天仍滿目瘡痍 搶救都達村 賽德克青年會發動募集物資 目前全集中在埔里卸尾營地 就等路通 立刻送上山救命 記者胡杰倫 許家斯南投報導